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现在目前亚洲多个国家都疫情死灰复燃 尤其是越南现在面临新一波的疫情爆发的威胁 越南曾经因为成功遏止新冠疫情的爆发 受到赞扬 但是包括河内胡志明以及中部高原地区都有发现 跟县港群聚感染有关的新增病例 所以现在评估越南有可能面临新一波疫情 而且可能会造成全越性的蔓延 全越南的蔓延 越南人口非常多 9700万人将近1亿人 到昨天为止只有450例的确诊病例 这个数字跟台湾差不多 死亡是零比台湾还好 而且已经连续三个多月没有发现任何本土感染的病例 但是在上周末观光圣地的县港 一个居民被检测出阳性 那四天内有20多个人确诊 所以报道说有成千上万个游客 正在县港度假 所以越南的情况现在目前也值得注意 还有就是今天张上纯 张上纯不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咨询小组的召集人吗 台大副校长 他今天出席研讨会的时候也被问到说台湾会不会爆发第二波疫情 张上纯说不排除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可能口罩大家又开始要戴起来了 感觉上有一点这样子的味道 因为先前不戴口罩真的很爽 对不对 你会感觉好自由很爽 但是感觉起来似乎全世界的疫情并没有结束 而且搞不好还更严重 比如说美国现在疫情像佛罗里达像加州像德州 这三个州是最严重 现在疫情是最麻烦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联准会最新的利率决议 包括他们的声明都讲说 虽然说利率不变是一定的 因为现在0到0.25怎么可能会变 降也没得降 他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就马上负利率 但升也没有条件升 可能好几年都升不了 所以说利率不变 但是重点是他们联准会这些大头 到底怎么看经济 强调的是什么呢 仍然是疫情 疫情对中期经济的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 用相当大的风险来形容 联准会到底他们在看什么 以及最新的联准会的决议 我们赶快来请教富然柯林投顾的资争协林 佩林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美国现在疫情看起来真的持续在发酵 对不对 虽然说好像那个高峰有点下滑 对不对 确诊的高峰有点下滑 对 其实消息面是有一点反复 因为当然主要还是在于各州的一个状况有点不一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观察到 其实的确就像木华刚刚提到了 在亚洲本来已经控制比较好的 像是先前最早的是在澳洲 但是因为澳洲最近的一个天气又开始变冷了 所以大家澳洲的一个像墨尔本这部分的疫情也有开始增温 这反而让市场又担心说 其实以目前虽然美国的疫情有上来 但是大致上大家认为因为天气还算热 所以其实还是多少有一点抑制那个病毒的一个活跃性 但是如果真的澳洲的一个经验 让大家对于接下来美欧的一个进入到秋天以后 可能这部分二波疫情可能才会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那如果我们先就美国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目前的确美国的一个疫情这部分的确在各州的部分 尤其是所谓的太阳带 就是Sunbelt 就是在北纬三十几度那部分 像是加州这部分佛罗里达那一块区域 其实目前的疫情还是算是相对比较严重一点 那如果以目前的一个预估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认为这个状况可能会要观察的是八月份 是不是可能很多的中小学会开始决定 到底九月份是不是要恢复正常上课 这部分可能会进一步去影响到美国的一个经济复苏 不过因为也因为最近的一个疫情数字有开始上来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政府都已经去收紧 他的一个原本的一个防疫措施 甚至像川普总统已经连续第二次公开会 公开露面的状态之下都是戴着口罩 也希望能够鼓励美国民众是戴口罩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但我们认为整个美国的一个疫情这部分 还是存在有一些不确定性 不过好消息是我们观察到这一次 虽然新增确诊人数有增加 但是就死亡率来看的话 并没有出现很大幅度的一个攀升 就是救美国全国 那主要的原因 当然因为这一次可能受感染的一个人数比较多 是在比较年轻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部分 那再加上相较于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目前的医疗体系基本上也是相对比较有经验 那所以看到其实进入到ICU的比例 或者是真的留在医院治疗的一个时间 都比之前来的短 不过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进入到秋冬之后的一个发展 那如果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也呼应出为什么联准会 在今天的一个利率会后的一个声明 对于中期的一个经济展望 基本上还是抱持比较审慎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以目前来看的话 联准会这一次的一个利率会议 维持不动 那这部分我想是在预期之内 那也承诺说会持续的做QE量化宽松 那我觉得联准会要等的是 他想要先看就是目前就是包括了美国 白宫跟国会现在正在讨论第二波的纾困计划 那现在双方有一点搞不定 那因为八月初很快的两党 国会就要进行夏季的修会 所以这一两个礼拜一定要赶快做一个定案 所以这部分可能第一个联准会会希望先看这个 第二个就是这次联准会释出来的讯号就是 可能在他们先前已经有开始做一些政策框架的讨论 所以目前的券商预估可能九月份 会把这个政策框架比较公布它的一个细节 那目前大家预判的一个可能性是 会把联准会未来的一个升息的路径 就它利率的一个路径跟所谓的失业率 或者是跟通膨的一个水准做一个挂钩 也就是说如果失业率降到多少 或者是通膨回升到多少的时候 我联准会的联邦基金利率才有可能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让市场更加的去明确相信说 只要经济没有通膨没有出现上来 然后失业率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放心说联准会会维持在一个 非常低利宽松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环境 好那联准会它有好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维持零率政策不变 第二个他强调美国的新冠疫情 其实是左右经济前景 这刚刚佩玲有讲到 还有他说面临反通膨压力 Disinflation的压力而不是通膨 对 其实他用反通膨 其实就等于像是比较偏向通缩的概念 就是那个物价基本上还是比较偏 因为我觉得像现在的一个通膨 其实今年的一个通膨 就是他在整个通膨维持低迷的状态之下 其实虽然说像是OPEC的一个减产 这部分有带动油价的一个反弹 但对我们来说 富兰克林我们认为 其实未来牵动通膨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 还是会在需求面的部分 因为主要还是在于说这一波疫情过后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终端需求 基本上还是相对比较疲弱的 尤其是来自于像是一些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才能够恢复像是航空运输这些的一个产业 所以这部分其实如果你就基本金属或者是油价这部分 要出现因为需求面带动的大幅度上涨 其实几率是相对比较小 那这也是凸显出为什么 其实在全球央行做了这么多宽松政策之下 但是目前的通膨数字就短线上看起来 都还是处在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水准 好 那这个是联总会的用语 disinflation 对 他不用通缩 通缩可能太刺激了 对不对 对这个市场人士来讲压力太大 所以他用disinflation这个反通膨 当然不见得代表通缩 但告诉大家很明确就是没有通膨的问题 另外呢 他强调了说宽松政策没有改变 没有考虑要 但是也没有考虑要省息了 这是一定的了 还有就是说资产购买的步伐跟救世工具的部分 他强调他不会买股票 不会买股票 就是说市场有期待联总会直接购买股票 他说他不会 还有另外呢 就呼吁更多的财政政策 这刚刚也讲 这其实就像白宫跟美国国会喊话 对 那此外呢 有一个也很有趣的是 美国现在硬币短缺 居然呢 会在联准会讨论里面 他说通用的硬币短缺问题 联准会正在密切注意啊 他跟这个造币厂啊 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的铸币局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硬币短缺 没有coin 没有零钱呢 这个很妙耶 有动中断 有点超出预期 我看到的是 其实他像前几天联准会 已经又宣布把一些信贷的机制 又延长嘛 到本来是9月底 到12月底 那今天宣布的是把美元 跟其他外国的一个互换的美元 的一个repo的机制 是延长到明年的3月底 所以其实就有比较 那在实际上的一个交易的货币短缺这一块 我觉得可能是短期 是流动性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 是中断哦 美国现在是大缺硬币哦 像那种 我们不是自助洗衣店吗 我们都要丢那个硬币去 在这个洗衣机里面吗 现在没有硬币可以丢 因为大家不出门 零售店也不零 都堆在家里 就是整个货币流动中断 有点问 很严重 现在美国的货币流动中断很严重 所以这也是疫情之外的外一章 就是说你可能想都想不到的话 那个硬币居然会短缺 这也凸显出美国真的要 积极发展在零接触的支付的部分 用手机去刷 或者是说 他们这一块的电子商务的一个支付 基本上比例还是相对偏低 有些店他没有办法 用这么先进的设备 比如说我今天去自助洗衣 我每个自助洗衣机上面 都要装一个可以去刷卡的 或者是说可以刷手机的 可能它的成本很高 应该是普及率可能 可是如果就中国市场来看 其实这个普及率就高了 对不对 所以美国这一块的确 要加油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98新闻台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中央银行第二季 并没有降息 那今天的会议季要出来了 为什么没有降呢 主要原因是要保留政策空间 减少低利的副作用 那因为台湾的利率 已经降到1.125了 再降真的空间不大 子弹不多了 所以保留政策空间 另外低利当然也会有一些副作用 所以央行考虑不降息 同时呢 央行的理事 也提出了三个原因说 为什么最近台币很强了 第一个呢 他说台湾的经济基本面好 这个我个人打一个问号 那要看什么产业 对不对 并不是普遍的 第二个他说 外资贿赂进场台股 已经以及呢 国人海外资金有汇回有关 这道也是这两个道也是事实了 这个外资的确是 有这个持续贿赂 跟台商资金回流 这当然也是推升台币走高 那当然最主要原因还是国际热钱 好 那个联电的8寸产能吃紧 要涨价 所以外资 美系外资把联电的目标价 调到28块 联电的28奈米 制成下半年贡献会明显拉升 而且8寸的产能现在很吃紧 明年渴望涨价 所以外资维持中立 或是买进平等 但多调升目标价到二字头了 最高的是日系 对不起 是日系外资的28块 这个目标价 好 那继续我们来请教 不然克林的梁佩玲协力 佩玲 今天美国盘前 三大指数都明显下跌 现在目前跌幅都有在1%上下 是不是因为今天晚上 这样恐怕出来的财报会不好呢 的确今天晚上很重要 就是第一个美国要公布 第二季的一个GDP 那目前预估呢 是衰退大概34或35个percent 其实应该可能上次 这也不意外啊 对对对对 那这个是主要 现在大家比较看的是 就是在个人消费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 当然还是在疫情 那第三个就是刚刚穆华提到了 因为今天晚上 就是尖牙谷当中 除了Netflix已经公布之外 今天包括了苹果 Amazon Alphabet跟亚马逊都要公布财报 那当然以目前的预估数字 当然都是比去年同期是衰退的 那这部分呢 因为其实股价也是涨了比较多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市场 会用更大的一个放大镜来 做一个解读 就是包括了各个细项 到底这个未来的一个展望啦 甚至像苹果是不是会释出 就是对于这个季度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下半年 就是在智慧型手机这一部分的需求 其实看的是比较保守 但是对于不论是像是云端啊 或者是整个云端支出 或者是整个在数位转型相关的一个软体支出的部分 看的是比较正向 但如果苹果在智慧型手机销售这一块呢 是释出比较正面的讯息 我觉得就会对于投资信心 是比较有大的一个提振效果 那当然因为再加上因为昨天 其实这些大型的一个科技股也在国会面临到听证会 那大家都是有质疑说 是不是有滥用一些就是消费者的一个资料啦 或者是透过并购来影响这个反垄断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两天就是今天到明天 整个美国股市 尤其在尖牙股的股价波动度上 可能会相对比较大 不过我们还是强调 第一个如果就政策的一个监管风险的一个变数来看的话 其实过去几年都不断陆续都有发生啦 那我们觉得它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只是说你会你认为这个政策监管会大幅去扭转这些尖牙股 目前的一个竞争优势 我觉得倒也并不至于 它只是透过政策会给予比较多的一个规范 而且第二个如果你就反垄断法来看的话 反垄断法的精神是 如果这些公司它的一个透过这个大型的并购 去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这样的话其实才会 才是这个反垄断法其实的精神所在 但是它目前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状况 只是大家担心的是 它是不是会影响到 就是对于个资这部分的防范不够严密 所以我觉得会透过一些政策的手段 来要求这些公司做更多的一个防火墙啦 或者是它的一个规定 但是呢 这部分会造成短线上股价的一个新闻头条风险 但是如果就整体的获利基本面或者是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抱持比较正向的一个看法 这个四家美国重量级科技公司的执行长 这个首次一同接受国会议员的考验考问对不对 虽然是视讯啦 可是也是蛮有趣的 这四个人身价加起来多少啊 很可观 很可观 贝佐斯对不对 祖克伯 皮加库克 哇这四个人 里面可能最穷的是库克吧 这有钱肯定是贝佐斯对不对 这里面应该是那个脸书的那个 他的受到议员的一个质疑或询问是最多的 祖克伯嘛 对对对 但祖克伯他是左打苹果又打谷歌 他又批苹果又批谷歌 可是我觉得很好奇的是 为什么微软没有 微软没有 对啊 因为他不算是大型的网路 他也是尖牙谷 他也是重要 他也不断的诟病啊 对对对 可是因为他也是垄断啊 他难道没有垄断吗 作业系统他也是垄断啊 尖牙谷里面 尖牙谷里面有的人是算 NVIDIA或者是Netflix 或者是算微软 不一定 就看你那个FAN或者是MG 有的不一样 对 我觉得微软的状况 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他是不是在尖牙谷 为什么微软他 他不需要 我觉得微软他这几年发展的是 比较偏就是他在那个AWS 比较偏向于企业端在用的 可能跟大家就是议员们 他们想要讨论 不论尤其是像 因为这个应该是延续前两年 欧盟也是推出那个 个资的一个保护法 那个这样的观念 观念 所以他其实会比较 跟消费者可能相对比较有关 那如果就微软 他目前在整个云端运算 那一块发展 其实跟消费者的一个直接关系 没有那么的一个高啦 不过我觉得就垄断 这个角度来看 的确是未来还是有可能 会面临到相关的一个挑战 对 我另外一个想法是 微软国会关系做得比较好 是这样吗 那就是证据 我不知道啦 我是觉得他应该蛮会拉比的 所以逃过意见 好啊那美股会怎么发展呢 今天晚上看起来蛮关键 美国会在选前会 那个指数会怎么走 其实就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因为现任的总统要 希望能够竞选连任 所以就数据上来看的话 通常在美国选前 因为距离选举大概100天左右 通常美股上涨的几率 如果有现任总统要选举的话 通常上涨的几率是将近有八成 比起没有选举年度六成 其实是来的高 不过今年有一点不一样 是因为今年面临到疫情的考验 那现在的经济很状况不好的状态之下 让川普的一个民调 基本上都还是持续落后在拜登 大概有八到十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状况 基本上我们会认为美国股市 在可能在未来三个月就选前 我们觉得它还是有机会 维持在一个高档的震荡整理 只是说因为最主要还是在于 它下档的支撑 是有联准会的一个政策支持 但是你说它要再往上攻的一个关键 就要看的就是美国的疫情 还有在经济的发展 是不是真的能够在这两厢的一个 相互影响之下 整个经济是有机会呈现一个 持续复苏的一个趋势 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我们觉得美国股市短线上可能 第三季还是有可能会出现 比方说五到七个percent 这样的一个技术面修正 但你说要出现那种 很大幅度的一个跌幅 我倒觉得几率也不大 所以反而投资人就是还是可以在震荡当中 去寻找一些布局的一个机会 那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定期定 好 谢谢佩玲 谢谢